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的一个看法 跟这市场上面 大家稍微去留意的一件事情 在过往 当美国 他比较鹰派的言论出来 美国可能在之前 本来预计是三月升级一码 现在昨天的Fed的鲍尔 联总会的一个部分的鲍尔 主席鲍尔他就说 我要加快我升级的脚步 未来长期目标的利率里面 他还要再提高 我就跟大家讲过 你这个时间也要看 他是不是鹰中代鲍 就是他的长期目标利率 出来的点状图 他到底是在哪里 譬如说你本来 现在就是5.1的5.2 你到5.5又怎么样 那才差个一码而已 如果你到6 现在大家就比较鹰派的 就说会到6 6的部分里面 就会多多少 多个两码 2加1就变多三码 现在大家就是来看 如果说你今天讲这么阴 然后你三月份里面来讲 还是生意 那是不是阴中代鲍 你还是阴中代鲍 因为整个一个美国股市就很怪 很怪在哪里了 我就跟大家看 这是一个盗雄 昨天刷的幅度是最大的 它的跌幅是最大的 又刷起来 可是还是守在年线上 我觉得这个年线就是一个项圈 你跑很远 当年线还是向下的时候 你就会去做一些的回撤 我们来看看 在这种过程之中 这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它就是过了 穿过了年线 因为年线还是向下的 现在再往下 你来看 整个一个废半 还是在年线之上 所以过往里面 当你发生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个 你殖利率一定倒挂 殖利率倒挂 就是你长天期的利率 你低于短天期 就你的殖利率里面 它就是倒挂 再过来 你就可以发觉到什么 你就可以发觉到 一定是纳斯达克 跟废半的跌幅大于盗雄 可是你昨天就算你废的 讲得这么的阴 看起来好像很阴 我的升级脚步要加快 然后未来的长期目标的利率 要再往上调高 这一定会往上调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 你的美国股市昨天跌几% 道琼看起来500多价好像很多 错 不到2% 纳斯达克跟废半也是1%多 也没有比道琼跌得更多 你觉得怪不怪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要看清楚 它是不是整个市场 在酝酿一种 因中代歌的走势上面 它去走 这个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台北股市也一样 我们说因为台北股市最大的出口国 第一名是美国 再过来是欧洲 我们的出口转运国的最大 它是在中国大陆 我说中国大陆在过去里面 它因为整个政策的一个失误 COVID-19大家都已经开放之后 它还在锁国 它还在封城 它造成了什么 它造成它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去年的GDP多么的烂 但是也因为它去年的GDP 很烂很烂 它现在不在锁国 不在封城 今年的GDP 它的成长幅度会最高 这就是激期 我讲这个不是告诉你说 无病呻吟 没有意义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激期的重要性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当你要去做一个长线低档霸占主流 你要留意它的激情 你13000 14000 那个时间点你就要留意 你要先买的是什么 我那时候是告诉大家 你要先买的 如果是电子个股 它就是上游 先上游而后下游 当你的上游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上来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慢慢留意什么 周边的零主件 你的上游上去 我说一涨自百病 我说美国股市也是这样 一涨自百病 通膨就下不去 你的通膨下不去的过程之中 美国就说 我要嘛就是我的路走长一点 一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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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跟你升下去 不然的话 就是两码 再一码 就到5.5了 所以这个部分你自己要看 如果它是一码一码一码 这样走上去 走下去 我告诉你 那就是因中代哥 美国股市的一个反应 大家开始有点处变不惊 过往里面来讲 只要是升级鹰派的一个言论 胖一升 不是2%就是3% 半就4% 大家还记得吗 肺半也常常4% 在过往 有没有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样子 昨天居然是这样子 没什么反应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在这个时间点 自己要去留意 基企上面的一个问题 台北股市我的看法 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说它这种扭麻花的格局 说今天的一个大跌 你要很害怕 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整个技术面而言 它除了你看K棒之外 其实价量的结构 才是内行的人看门道 你看它的一个价量的一个结构 今天的一个下沙 有取量吗 没有取量 我说只要你的量 还是缩的格局 是说我不管你的大盘 是涨还是跌 它其实就是一个整理的形态 你的多空的表态 要有量来去做表态 不然的话 你现在就算昨天大涨 又怎么样 我就跟他讲说 你就是没量 可惜是没有量的 你就是整理形态 只有没有量 才就叫一个整理的形态 你的KD指标 你在指标50附近做证交 他只告诉我说 你的前高会过 可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 你到底能够过多高 你能够过多高 就是用量去做表态 用量去做表态 那个时间点量一表态 你就是主身段里面来讲话 他的中继站的买点的结束 他才是一个整理的结束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时间点 你自己要去做考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盘它还是一个扭麻花 昨天是没有量的 昨天是没有量 在今天里面来讲 还是没有量的 所以它的答案是没有改变 就是说 你量的没有出来之前 你就把它视之为整理的形态 重个股而轻指数 我就是说你把所有流行的指标 流行的题材 你抓住在手上 车用的 AI的 元宇宙的 然后整个一个所谓的除能 军工国防就看你了 因为军工国防 我们台湾到底能够把军工国防的 EPS冲到多高 我不知道 但是题材性是够 我在昨天也跟大家讲说 如果纯粹是解封的概念个股里面 纯粹解封的概念个股的非电族群 我说我基本上 我会用三月份去做切割 因为你四月份六千块就会落袋 而且有些餐饮业 它一月份会是今年的获利的最高峰 你自己来讲话 自己去做留意 日开机没有修正完成 或是背离没有化解之前 你还是要保留部分现金在手 我说要嘛 你就是在这个时间保持有买有卖 除非你的持股比例比较低 你可以一直增加 不然的话你本来要买10张 你就买5张 这都是叫做保留部分的现金在手 你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在最近里面都还是背离 我说昨天创新高 但是仍然背离 所以我说昨天创新高 对我而言 没有感觉的原因就在这里 它的整个结构 就还是整理的形态 重个股而轻指数 没有量放大之前 多空都没有叫表态 理论上三月份 应该要会去做表态 理论上 这个时间点我没有想到说 废的都已经这么硬 讲成这个样子 台湾的量还是不表态 而且不是只有台湾的量不表态 你来看 道琼也没量表态 就是大家没在怕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在期待什么 景气里面来讲 美国是期待一个软着陆 我们的台湾是期待什么 当你的中国大陆 不再锁国跟封城 我们台湾在中国的一些的工厂 它其实就能够顺利的出货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只要去留意 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还在看 一月份的营收好不好 二月份的营收好不好 我在这边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高盛 高盛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外资投行 投资机构 它也是比较 目标价都会写得比一般高 它的目标价都会写得比一般高 为什么苹果的用户 唯一庞大的利多 唯一高盛六年来首次建议增加持股 这个消息台湾的市场上面 有开始重视的原因是 因为高盛在过去 他曾经看好苹果过 你知道他看好苹果后 这五年之中 他涨了300% 这一次他看好苹果的股价到199 跟他到昨天的一个价格上面相比 大概还有三成以上 你想想看有三成以上 是多么的重要 而且高盛这个报告里面 他出来的一个时机点是 在苹果最淡的时候 二月份 现在公布二月份的营收 二月份的营收有没有 你看到大力光 越减 年减 大力光二月份的营收 是不是越减 年减 大家看一下 越减 年减多么的惨 郁金光里面来讲话 是越减 年增 我就问大家说 你在这种过程中 难道你在苹果概念个股 不知道它第一季蛋 第二季蛋 第三季要上来 你的买不是 如果不是在第一季 跟第二季衔接的时候买 你要在第三季 你要新品上市之中你买 你会赚钱 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高盛这份报告 算是有一点点 懂得门道的一个看法 就是我在你二月份 营收最烂的时候 因为大力光就是 我三月份要上去 对不对 而且它还年减月减的过程之中 还能够什么 大家看一下 整个一个大力光的股价 今天还没跌 而且今天报道上面铺天盖地 告诉你李昂怎么样 看坏大力光 谁谁谁看坏大力光 那看坏又怎么样 为什么不跌 大力光今年的获利还比去年 因为扣掉了会退的收益还更少 大力光跟郁金光去年很多会退的收益 还更少 那为什么不跌 所以你本来就要在一个长线上面 还没有去发展 你还没看到利多的时候 知道它的谷底就在这里 上半年就是平盖个股的谷底 第三季开始就是它的旺季 你不在这边布局 然后你只要等到涨上去 然后大家利多深中要开始出货了 你才去买 营收出来了 我就告诉投资朋友 那你就太晚 因为这一次我先跟大家讲 它的提中里面就是说 它客户的始终度 再过来它的忠诚度很高 过来就是它的一个新的产品 另外一部分来讲 它就换了一个分析师 而且他们上一次高盛看好苹果 已经跟大家讲了 是涨300% 它的新产品在今年里面有很多 譬如说你知道的i15 i15里面就有潜望式的镜头 这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最重要的 那加上中国大陆重返荣药 荣药手机 OPPO的荣药手机 卖的还可以 那三星未来里面要推 好几亿的画素的一个手机 这就是整个一个 所谓的大力光 它的一个发展 那大力光年减月减都可以涨 郁金光是月减年增 就代表什么 代表它跟大力光不太一样的原因是 上半年有很多的VR MR 苹果出的叫MR 沉浸式的Pancake 我说Pancake 比Quest 2里面来讲的话 它的镜头是多两倍 它的售价是多六倍以上 所以在上半年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自己去看 不管是大力光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你不在第一季买 你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你才说好 那很奇怪 那郁金光也一样 郁金光去年里面 第一季两块多而已 第二季六块多 再过来21块多 Pancake 你不在这边买 你要买什么 另外一个大力光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真的大力光蛮厉害的 这个叫先进光 看根本获利都还没出来 而且有没有 它越减年减的可能性也存在着 但是以目前的知道 为什么这一波它这么的强 它之前是做车用的 然后整个一个大力光 它的一个职员 它就把它挖过去 然后它跨入到手机 手机镜头 就大力光就告它 我告你先进光 对不对 先进光就走大力光说 我们好好商量 你来投资我先进光好了 就大力光就投资先进光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大力光很重视毛利 先进光可以卡车用镜头 再过来 那个很低阶很低阶的 譬如说iPad iPad的镜头 很低阶很低阶的 譬如说 那个NB的指纹辨识 它交给谁 先进光 所以先进光在今年里面 是打入平盖个股 镜头个股的起始元年 所以你才会看到 为什么突然先进光飙 因为它有车用 再加上手机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镜头 不是只有这样子 台湾平盖个股 都有很多华丽的转身 这都是你要稍微去做一些留意的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在最近里面 开始讲苹果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苹果在今年 真的有许多新的产品 MR只是试水温 元宇宙的起始元年 但是当苹果的MR出来之后 AR VR出来之后 很多新的应用就会出来 一旦新的应用出来 那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天下 所以你这自己留意 所以我说低档的个股 你自己去做霸占主流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306的郁金光 我买在哪里 我买在这里 你今天说它营收不好 我告诉你它营收哪里不好 它年增 它是年增 大力光就跟你讲过 我越会减 但是我年会增 对不对 那到了第二季 新的Pancake 就会出来 那你自己去做留意 那我就跟大家讲过 正常的镜头个股 15倍是基本起跳 25倍 是它多头市场 可以有的一个方向 那大力光 你大概抓个 15 150块 郁金光在金里面 大概抓个33块 那先进光就比较难抓了 因为它是开始第一次打入到屏盖个股 这是你自己留意的 所以霸占主流的时候 就是在低档 它会比较牛皮在洗盘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卡位 等到它飙出去的时候 那真的是最大的财富幸福 那就会属于你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的看法不变 我们有1加1的一个操作 有长线上面的霸占主流 有短线上面的折强式的买进 你要采取到这1加1的操作模式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全新的投资组合 盘中的一个操作 让我们的会期 从6月份再起算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鼠方从今年的1月初以来 我就跟大家讲说 只要在2030年以前 整个这个时间点里面 它会随着时间点的不同 只要大盘的机会来了 车用的电子一定会跑第一 尤其是在今年 整个一个车用的需求 是最稳定的 除能跟车用是最稳定的 解封的概念个股里面 那不用说 那早就在去年 你应该去做一些的留意 我们做个举例 譬如说在今天拉上 涨停版的2457的一个飞红好了 它以去年的一个获利到前三季 其实都没赚什么钱 那就是因为它的一个 充电桩的一个题材 你看它短期之中标成这个样子 没赚什么钱可以到50几块 那我就问大家 在这种过程中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 其实美国的拜登 他很清楚美国人很不喜欢坐火车 很不喜欢坐飞机 很喜欢自己开车 对不对 所以他要去打赢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中国大陆电动车 是整个国家里面 出货量非常高的 他就是要去把整个充电桩 充电枪搞好 对不对 不然谁要买电动车 所以在这些他就说 你未来里面来讲话 你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在2030年之前 至少50万座的充电桩 跟充电枪 但是你大部分的东西 要来自于 我美国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 在中美贸易战打之下 你自要选对 我也跟大家讲说 飞鸿他在未来 他只是在讲个未来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这一档个股 他的客户就是 美国北美里面来讲话 充电桩充电枪的最大的 最大的 而且他在过往里面来讲话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他已经华丽转身了 也就是说他的一个车用 加上他的伺服器 他这个占他的营收比重 已经高达将近50% 而且在今年里面来讲话 他的EPS可以将近7块钱 你就把一般的充电桩 跟充电枪 该有的本益比去算一下 他应该可以到 目标价到多少 所以他本益比偏低 因为他现在股价 只有在70块钱附近 这是你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都会告诉大家 一些的一个机会的原因 就是如此 你再来看看我们说 在之前里面 我就曾经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讲 在整个世界先进的法说会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从80几块就开始做田鱼 一路做到140几 再过来做所谓的冒打 对不对 再过来二级体里面 我就先选了台办 台办我还获利了结过 对不对 后来台办的法说会 我就说台办的法说会里面 他说的比预期中来得更好 配合到特斯拉的马斯克讲说 我未来的碳化系 要降70%到70%的用量 为什么要降 他根本就买不到 因为碳化系的涨金涨很慢 所以他能够去做到 使用碳化系的一个 所谓的需求减少 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MOSFET 二极体的MOSFET 不是所有的二极体 IGBT的MOSFET 它的一个伏特 就是从40V变成60V 最后要到100V以上 你的碳化系才会减少 所以我才会说 那你自己要去注意 所谓的一个台办 台办里面来讲 我在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 就是在这一天 我跟大家讲说 台办的法说会优于预期 我们带着会员回测你月线 去做买进 当时候是才90几块 沿路以来 到昨天最高涨到100 多少 113块 这短短一阵子中涨多少 更不用说我在之前跟大家讲了 我们做短线 不管是华府 不管是康书 不管是连加 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们都跟大家讲 所以我说长线上面的霸占主流 你一定要在低机起 我在400多块钱 跟大家讲说 你要霸占主流国具 你相信吗 我跟大家讲说 新唐100几110几 4919的新唐 我说100几 110几 120几是我最后加码 然后上来 我说150几要震荡 6679的一个预态 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220几我买 我说到300块钱会震荡 我也跟大家讲说 我的看法从来没改变 变的是你 不是我 因为我说过 市场上面最难的 就是做什么 做厂 我说市新跟创意 都是千元很正常 是你破千你就开始讲 今天又大涨 又上来 最高又到这里来 1045达到最高的部分 那你又说他好吗 我觉得一个来自于 你的专业的素养 跟你的操作 你敢不敢在600多 你敢不敢在创意 跌停的那一天 去买730几 740几的一个市新 你敢不敢在这个时间点 看到市新 未来的一个价值 我说AI 是我最看好 未来10年到20年以上 电子产业的发展性 聊天机器人 只是一个其实点而已 它不是终点 它刚刚开始而已 未来10年20年都要 连手机都要 连苹果都要进去 你相信我 那在这种过程中 元宇宙是第二个 那你自己留意 那车用本来在2030年前 就是财政政策 你去支持它 所以车用本来就会比较好 那至于国防军工 那我不敢讲 国防军工那个 本身你就要看 那除能更不用说 要不要选举 台湾敢缺电吗 台湾如果不敢缺电 要选举 你就不用怕除能 除能当然很多 你自己留意 那我说镜头里面 当然还有本预比较低 高值率像自身 那这个你留意 那它的一个车用占比 大概是30% 那配息是3.9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我说 幸福能够属于你 是来自于蜀方的规划 我对产业前景的看法 我对个股股价 买卖点的一个规划 所以你要跟上 我们在盘中的一个操作 有低档的霸占主流 波段上面的持有 跟短线上面 强横强模式的操作 成为2023年 最好的操作模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盘中 全新的操作 而汇集从6月份才起算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崇散 众асть 众督